若论最急转直下的卖奏片系列,其中一个笔者心目中的首选,必定属于皇家特工,Kingsman。 想2014年的第一集《皇家特工》,间谍密令,Kingsman,The Secret Service,带起了一股复古的特务电影热潮, 西装笔挺的英国绅士,有型有款,周身法宝,就连雨伞也是高科技武器,使当时的年轻观众大感兴起有趣。 但是,听闻在电影带动下,不少人甚至跑往裁缝触渡身定造西装,赶上这个英式特工潮流, 故此该片只拍了9400多万美元的成本,却大收4.1亿美元票房。 起料三年后的续集《皇家特工》,金圈子,Kingsman,The Golden Circle,却让笔者大师所望, 导演Matthew Vaughn严重失控,禁于电影中加入西部牛仔角色,大玩绳圈, 使整个系列的英式绅士风味荡然无存, 片子整体成绩可谓惨不忍睹,但票房仍有4.1亿美元。 故此电影公司新人不死,于四年之后在拍棋前传故事《皇家特工》, 第一任务,The King's Man,剧本无疑叫第二集未扎实, 但男主角Rof Fiennes无论造型及演出却缺乏神采, 戏中这位特工老祖的身手,甚至有点笨拙,进一步减低第一集的传奇味道, 票房也急跌至1.25亿美元,这个系列于三集里便宣告寿终正寝。 但看得出电影公司及导演新游未死, 近火拍Apple TV家拍出这部另类的衍生作品来。 相信不少观众单看其电影海报,或会雀跃不已, 因为雄伟的超人Henry Cavill站在中间主持大局, 其他演员众星半月地站在其周围, 而女主角Brice Dallas Howard更以书本演着半边脸蛋, 笔者出看之时大感奇怪, 电影海报的功能不是用来告诉观众, 那一张熟悉的脸孔会参演这部电影的吗? 即后看过片子,方使明白各种庙地, 原来超人其实只是个晃子, 他是戏中那位女作家主角笔下的人物, 故事的真正核心,却属于体态大幅提升, 曾经勇战暴龙的Brice Dallas Howard的身上。 电影最有趣之处,不在其内容, 却是电影公司声称剧本改编自一位神秘女作家Elly Conway上位出版的小说, 而这位女作家的名字跟女主角戏中名字Elly Conway几乎一样, 但传媒多方打听却找不到这位女作家的真正身份, 不知是否真有其人, 难道这是电影公司刻意炮制出来的噱头而已? 由是如此的缘故, 电影整体给予逼着的感觉, 就好像是由小女孩创作出来的特务故事, 竟让笔者联想到另一套即将上映的日本动画Spy成Family Code, Y, 因为其女主角也是个小女孩特工, 情节化而不时且空洞, 所有角色将女主角的神推测, 吹嘘的天上有, 地下无, 笔者却觉得全部接儿戏搞笑, 她其实每次只不过说出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理论或密码, 跟着答案便自动跑出来, 那群傻瓜特工便跟着她的推测团团转。 而电影的编剧无疑懒惰得恐怖, 并将几部漫威漫画英雄电影的情节, 照版主婉的抄袭放而在本片的情节里, 例如, 1. 黑寡妇, Black Widow假父母原来真正的身份是超级特工。 2. 美国队长2, Captain America, The Winter Soldier力量无穷的冬日战士竟被简单密码指令所控制。 3. Captain Marvel, 一向乖顺的猫儿原来伸手不凡, 与紧急关头救了主人。 而整体电影情节, 也抄袭了叛叠追击, The Born Identity, 的诗意特工套路, 手无腹肌之力的主角, 于记忆恢复后, 变成了神出鬼没的魔鬼。 只是不知是女主角拒绝修身, 还是为了政治正确的缘故, 以这位女作家如此有分量的身形, 探着她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 不停翻腾身体, 跟着大起飞脚, 进犯起超现实的感觉, 谁说电影不是梦工厂? 起料于尾段的彩蛋, 电影公司又就是重提, 将情节再次带到皇家特工里去, 但本片的票房获福难料, 导演及编剧或许未能如愿成功开发出另一个系列来。 最后,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 请在YouTube上订阅, 点赞, 给予正评。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